我们可以到别的课室去支援 但是别的课室的护士到我们课来支援的时候就会很难 就是一个患者来可能我们表面看上去 可能没有咱们看上去的那么严重 但是他可能体内的这种疾病的波涛汹涌在暗藏 如果要成为一个资深的专科护士 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的话 那也需要十年八年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能第一时间把这个导管置入 给患者建立一个生命的通道 这个就是我们专科护士的本事 我们新生儿科就是成立于1992年 现在我们的病房床位数是150张床 对于我们早产来说 我们现在受制的大多数都是 未重症的那些早产儿的患者 就是25周到28周的患者之间比较多 所以对我们护士来说 就要求特别的高 其中就是有个中心经脉穿刺 我们有专科护士来做 大家都可能扎过枕 其实在新生儿时期 这个血管是非常的脆 而且特别的细 而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下 进行来做这个穿丝 我们就叫个盲穿 我们在护校 在护理学院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先后之间进行练习 在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是有老师带教的 我在一枕 我能把它穿丝成功 这是需要时间来锻炼的 这个就是我们专科护士的本事 就是我们能第一时间 把这个导管置入 给患者建立一个生命的通道 可能是在别的科室 医生会占主导地位 但是在新生儿科 可能护士会占80% 所以包括我们的胃养 什么的那个呼吸支持 包括治疗方案 是否有需要改变呢 其实我们的医生 更信赖我们护士 给他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我们都希望宝宝能够 在我们之外 能够健康的顺利的 能够度过他最难的这个时期 就是用我们最温柔的一种态度 希望他能够尽快地 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没事 你表现得非常好 全程你都表现得特别棒 那阿姨送给你这个小包好吗 好 谢谢阿姨 没事 你表现得特别好 加油 我呢是PICU转科护士 PICU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是儿童重症转科护士 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 看上去可能比较安静 比较平静 但是呢实际上是暗藏波涛汹涌的 我们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把患者从死身手里拽回来 我们科接待的都是一些 极为重症的患者 所以这个就特别考验护士的这个应变能力 和病情观察的能力 紧密地观察这个患者的生命体征 以及他种种的这种外在的这种表现 微重的迹象 比如说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心率的 微小的变化 或者会有血氧的下降 或者是体温会升高或者下降 这些我们就是及时地发现了 会给予及时地处理 工作了13年了 经常有人会问 是不是你对你的工作都已经麻木了呀 不是的 一直都会有非常大的同理心 就是可能一直会有这个感同身受 才会更加地对患儿进行这个母亲般的照料 这个亲情也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越是微重越是紧急的时候 我们越需要冷静 我们要需要冷静从容地判断 他这个病情之后给予最准确的判断之后 给予最准确的治疗和护理 他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才能够最快地恢复 他每一次的恢复 对我们都是一剂强心药 这个是PICC 没事放下就行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输液都是通过小钢针这样来完成的 有一些患者可能了解到 我们还会有套管针 那其实输液工具有很多种 那这些呢能满足普通病人的这个治疗需求 像肠区需要输出一些特殊药物的患者 他就不适用 那这样的患者可以选用什么呢 可以选择我们的这种中肠导管 或者我们的这种这个中心静脉质管 那PICC呢 它就是中心静脉质管当中的一种 这样能满足病人输出药物的一个需求 同时又不会损害外周血管 那一般我们的这个病人 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管路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么长的管路 在我的身体里 它会不会引起疼痛啊 会不会引起我的不适啊 其实并不会 我们的这个穿刺和我们平时 留置套管针的感觉是一样的 他植入完之后呢 也可以通过胸片定位 来看导管尖端的位置是不是合理 那位置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微调整 如果温植不合理的话 专科护士也会进行一个植入 我们治管的这个专科护士 他基本上都能做到 这个植入的位置是很精准的 在胸片定位下 进行二次调整的这个几率都不高 像我们门诊出诊的专科护士 他们都在这个领域上工作了十年以上 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每年的支管量呢 也会达到上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